大家好,我是来自5S班的黄心爱 今天我会向大家介绍血液循环系统 肺是氧气和二氧化碳进行交换的场所 红色的血管有较高含量的氧气 氧气含量较高的血液进入心脏 并被推送到人体各个部分 血液里的氧气进入人体时 人体所产生的排泄物如二氧化碳 同时也会被带到血液里 蓝色的血管有较高含量的二氧化碳 二氧化碳含量较高的血液进入心脏 并被推送到肺 血液里的二氧化碳通过血液进入肺泡 再通过呼气被排出体外 这就是血液循环